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些与教育 科技和经济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很多好的教授和悠久的学生 都偏向于经济好的地区 例如浙江大学 另外人工智能对人文或交叉学科的教授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而且最近不上课的大学生增多了 也许是我的错觉 对于即将高考的学生来说 如果数学物理比较好的话 建议可以考虑华南理工大学或北京理工大学 不过在报考北京院校时 要注意是否该校已经在必须前往雄安的名单上 另外有15所大学已经宣布要搬迁到雄安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科技行业 有专者表示 要关注英伟达和另一家芯片公司N1 因为他们将成为未来几年的芯片巨头 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已经远远落在这两家公司的后面 另外有一些人提到了机器人的发展 预计2022年将有很多大型工厂 由人工转向机器人设备 这将导致人工短缺的问题 但也会带来机器人制造工厂的发展 最后我们来谈谈经济 解米 代蒙 摩根大通的负责人警告说 未来几年美国利率可能飙升至8%或更高 这是因为创纪录的赤字支出和地缘政治压力 将使抗击通胀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 他质疑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 并表示投资者和交易员对于美联储的软注入预测过于乐观 他还提到了全球背景的不稳定可能会加大经济压力 是扩张处于危险之中 以上就是今天的对话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Stubborn说 好教授和好声援 基本都奔经济好的地区 还有这大 我看到 AI对人文或交叉学科的教授冲击很大 包括对顶尖文科大学的教授 我还发现 近来不上课的大学生增多了 也许是我的错觉 甜点说 外生明年高考 数学物理算比较好 到时候建议冲击一下华工 或北理工 Stubborn说 华工不错 要注意 报北京院校的时候 看看是否该校已经在必须前往雄安的名单上 甜点说 在广东录取分数很高的 去外省或许低些 Stubborn说 前往 甜点说 到时候会不会拆分一些院校成立一所雄安大学 Stubborn说 已经公布了十五所连根拔起去雄安 甜点说 那十五所 Stubborn说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服装学院 印刷学院 工运学院 首都师范 其他记不清 传媒大学 体育大学 甜点说 专家组十一比零通过 金招牌 FDA正式发文 不惜啊 生物制药集 CDMO 美国 也要脱钩呀 搞得企业快破产似的 然而 企业不顾破产 还大见产能 简直不把股东融资花光不休止 美帝 也不把病人当回事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关注英伟达的公司 应该关注另一家芯片公司 美国超微公司 AMD 除非世界会出现 更好的芯片公司 不然今后几年的芯片巨头 就是英伟达和AMD 这两家公司了 英特尔公司的芯片 已经远远落在 这两个公司之后 实验说 什么叫事不可打 一页下话献亏 说 2022年 中国很多大型工厂 由人工转向机器人设备 那时候 传统的工人为主的工厂 面临人手的短缺 很多转型机器人设备的工厂 反而在那个时候赚到了钱 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机器人制造工厂 麻婆豆腐 说 可惜机器不吃饭 不穿衣 不看电影 不生娃 能生娃 能吃饭 穿衣的机器人大有可为 需要开发一个 实验说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美国的要求是正当的 合理的 在公正视野之外 习近平花了 铁铁时间 而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 前旧事物中的 来自地位 当应 前方中国 非法入境者 或者是观看交接过程 也许可以在 点点 今天事 回归 Liu Dodater说 对美联储今年降息的怀疑悄然蔓延 今年年初 交易员预测最多将降息七次 现在 许多人都在压住一两个 或者一个都没有 WSJ 杰米 戴蒙警告美国可能面临利率飙升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负责人 质疑软着陆言论 但表示 无论如何 他的银行都准备好了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 百分之零点三八增加 绿色向上指向三角形首席执行官 杰米 戴蒙 杰米 戴蒙警告称 未来几年 美国利率可能飙升至8%或更高 反映出创纪录的赤字支出和地缘政治压力 将使抗击通胀的斗争复杂化的风险 巨额财政支出 绿色经济每年所需的数万亿美元 世界在军事化和全球贸易重组 所有这些都是通货膨胀 戴蒙在周一发布的 至摩根大通股东的年度信中写道 美国最大银行的负责人戴蒙 在长达61页的信中承认 尽管包括他在内的预测者 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美国经济仍保持弹性 但他也警告说 包括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在内的动荡的全球背景 可能会放大经济压力 并使扩张处于危险之中 戴蒙再次发出谨慎的音符 表示他质疑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 他表示 投资者和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实现所谓的软着陆 尽管近年来利率大幅上升 但经济仍能避免衰退 戴蒙表示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通胀率从现在的较高水准 迅速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 比低迷的债券收益率和创纪录的股指 似乎暗示的可能性要小 这些市场似乎定价了70%至80%的软着陆可能性 戴蒙写道 我相信几率比这低得多 戴蒙对经济的前景多年来一直持谨慎态度 他在2022年警告说 随着利率上升 一场飓风即将袭击美国经济 他最近收回了一些最悲观的言论 但戴蒙仍然不准备承认极端波动的风险已经消退 戴蒙表示 他的银行正在为一系列情况做准备 根据经济的走向 利率可能降至2%或8%甚至更高 最近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为4.42% WSJ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查看